肌扫症绝对已经不是老女人的专理 其实很多年轻人因为生活形态 因为饮食的偏颇等等 都有可能会出现因为营养啊 因为训练的不足而出现这个问题 提早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健康资讯众说纷纭什么才对 不妨聆听梁一的双重观点 带您轻松辨别健康知识 欢迎收看 多听健康问良医 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问良医 我是张志豪 大家好 我是王伟医师 王医师 我们今天有一个关键数字 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根据国建署的统计 在台湾姬小镇65岁以上的盛行率 男女比是23.6比上18.6 不过这个是针对65岁以上 但现在说40岁的青壮年也会有基少症这个状况 以前好像都说这个是长辈才有 现在年龄生也开始往下降了 对没有错其实我们的平均余命是越来越长 大家都都在讲老年社会 但是其实有很多疾病却有年轻化的现象 基少症就是其中一个 其他的像是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症这个都有年轻化的倾向 所以这个是还蛮极端的 那基少症其实没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切点 那简单讲就是肌肉太少 肌肉太少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升学主义都会让小孩子牺牲体育的时间来做补习班的功课 这个就是让我们在青春期发育的时候肌肉训练就不足 然后随着就业的时间或者是年纪的老化 肌肉只会逐渐的衰退 然后肌肉的量就越来越少 就会变成一个将来的负担 这个就是肌少症 那当然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讲一些不正确的减重方法 也会造成肌肉的受伤伤害 那这些问题今天都可以和后面慢慢的讨论 没错 那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营养师宋明华 总好 王伟医师好 各位健康问两医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营养师明华 欢迎明华 那在节目开始前 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下载本集的健康问两医 而且要在商桌吧留下你的宝贵评论 支持我们制作良好的节目 没有错 那一开始就先想请教明华 刚刚王伟医师也有提到 其实现在真的 不管是 我发现王伟医师你刚刚这样讲话 好像是从小到大 老 对 这个区间都有可能会碰到肌少症 那到底什么是肌少症 那就是是不是真的不运动 就会有肌少症 对的确 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在讲 因为肌少症 大家很直接的联想就是肌肉的流失 对 那其实我们女生最在意就是胶原蛋白的流失 但是其实我们的肌肉 我们的骨骼 骨骼 就应该说骨质其实也是会流失 而且其实它跟我们的肤质的变化 其实分水龄 其实差不多大概都是在25 30岁左右 是一个分水龄 所以其实到了一定年纪之后 其实如果像刚刚王伟医师提到 小时候你没有把这个本 这个基础打好的时候 那其实随着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抵抗 就是我们的岁月 我们的年纪 所以等到30岁之后 这个分水龄开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肌肉自然而然的 就会不断的流失 每年可能0.5到1% 那到了40岁之后 可能就是每10年就会流失8% 平均 那到了60岁以后 哇流失的速度更快 每10年大概有15%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台湾已经正式进入超高龄的一个社会 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在未来 都极有可能会面对到肌扫症这个问题 那其实肌扫症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3D的问题 我们常讲三高嘛 高血压高血脂 但其实肌扫症它就是一个3D的问题 哪3D呢 就是肌肉量变低 肌肉的功能变低 还有就是体能的表现变低 所以3D的问题 所以其实像卫福部国健署 他就有针对就是肌扫症的一些 生活上身体的一些表现 列出一些蛮好笑 蛮趣味的一些例子 包含就是蝸牛树 什么叫蝸牛树 我们都知道蝸牛走路很慢嘛 所以你发现你走路怎么越来越慢 那就有可能是一个警讯 那第二个就是软脚虾 软脚虾不是在骂人 讲的是就是你的腿会不会常常觉得无力 对无力 那第三个就是奶油手 奶油手就是手好像没有办法举重 但我觉得举重物有点有点难想象 因为我们现在很少人会举重物 其实都是宅配有没有 其实都是送到家里 如果是去菜市场买菜的话 对对对 现在连菜市场都有宅配你知道吗 对所以连大卖场也都有 所以其实我觉得反而是我自己觉得 比较好的这个自我检视方法就是我们平常 日常生活中很常会做的两种动作 一个就是拧毛巾 比如说你洗脸要擦脸那个毛巾 或者是你在厨房婆妈打扫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些毛巾嘛 你扭回去以前一扭就干了 现在可能要扭个两三下才会干 然后甚至是门把 喇叭锁那种门把 我们一转就开了 现在怎么觉得转一下 转两下才开 其实这都是我们身体给你的一些警讯的变化 其实你都可以自我做些检视 所以其实为什么要提到这个 是因为肌扫症绝对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其实很多年轻人因为生活形态 因为饮食的偏颇等等 都有可能会出现因为营养 因为训练的不足而出现这个问题 提早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对所以肌扫症其实简单讲就是吃的不对 然后动的不够 对啊那通常在老人家 是一种衰退的行为 但是还是有其他的情况可能会发生 比如说有些人他大病一场 在卧床一段时间之后 在恢复的过程中 其实他就会面临这样子的问题 但有一些慢性病 其实肌扫症反而会造成更多的伤害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糖尿病好了 糖尿病有一个很大的合并症 就是末梢神经血管的病变 所以他的伤口愈合感知都会有问题 但是糖尿病在研究上 好像跟肌扫症也有一些关联 那这些糖尿病的人如果因为肌扫症 一不小心摔倒受伤这个伤口 又会造成更多更多的问题 那所以这个问题不晓得名画怎么看 对其实在剖析这个问题之前 其实有一句话想跟观众朋友分享 其实肌扫症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的血糖管控 变得更困难 而糖尿病有可能会增加肌扫症的发生率 所以其实就是谁是因谁是果 不知道 但是两个之间绝对缓完相扣 因为其实讲到糖尿病 大家第一个联想到的食物就是淀粉类 淀粉类的食物 那其实淀粉类食物我们都知道 吃到身体里面之后 经过肠胃道的吸收 消化吸收之后 转换成葡萄糖 其实他就会被身体给利用 那多余利用不到的就会合成肝糖 存在在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肌肉中 所以你可以知道肌扫症的人 等于说他的除肠室就是比较少 所以他储存肝糖的比例就会比较低 所以当身体需要这些糖分 转换成能量的时候 这个除肠室太少的情况下 他没有办法有效的把足够的糖分转换出来 其实这时候血糖就会造成一些波动 那就是肌扫化糖 对没错 那相反的呢 其实如果这个人他本身有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 他的血糖控制的不是这么好 那身体我们都知道当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 所有的器官 所有的五脏六腑全部泡在糖水里面 可想而知 他本身身体就处在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 那其实慢性发炎也会影响到肌肉的合成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当我们的肌肉不足的时候 糖类血糖控制可能出问题 那当已经出问题的血糖 又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的生成肌肉的合成变得更少 所以其实他们之间是一个 一旦有一个引爆点发生的时候 就变成恶性循环的一个状态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除了糖尿病包括一些临床研究 一些统计也发现 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炎 心肌梗塞等等这些重大的疾病 其实似乎也跟肌扫症的一个发生是 就是之间也是谁是因谁是 我不知道 但是的确是有一些关联性 其实刚刚明华点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很多人都以为说要练肌肉 就是吃很多很多的蛋白质 然后买很多很多蛋白粉来吃 其实在练肌肉的过程中 糖分也是不可以缺少的 因为我们还是要转化成肝糖 储存在肌肉里面 肌肉才能够做一些有效的训练 那再来就是我们其实应该要训练的是 爆发型的肌肉才会增加它的质量 那我们不能只是做一些 我们可以做的持久型的肌肉 那个其实是没有办法训练 做成太有效的肌肉训练 那除了糖尿病之外 刚刚讲的跟肌扫症有关系 其实另外一个大概可讲而知 大概跟骨质疏松也有很大的关系 反正这个就是 反正不知道谁是因谁是果 就恶性循环 那也有很多医学期间说 骨质疏松的病人 就会伴随肌扫症 那这件事情 不晓得明华能不能帮我们说明一下 对我觉得肌肉跟骨的 其实有点像是 牙齿跟舌头 唇亡唇寒 唇情相连 对 其实我们可讲而知 我们身体 执行任何一个动作 其实绝对都不是靠单一的肌肉 或单一的骨骼 他们一定是缓缓相够 互相辅助 来让我们很顺利的 执行某一个 我们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什么开门啊 打扫啊等等 其实他们之间是缓完相够 所以你可想而知 当你如果处于一个肌扫症 肌肉不足的情况下 你做什么东西 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动作 你都有气无力 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去想要去运动 因为连做基本的 甚至家里打扫啊 自理难力 你都觉得很辛苦的状况下 对于这样子的对象 你要求他去运动 那根本是天方夜谭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可能甚至 尤其是一些长子 他可能连走出门外 他都不愿意 所以你看扫动 又减少了晒太阳的机会 这绝对都是骨质流失的一个危险因素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回过头来讲 如果当一个人 他有骨质疏松的一个情况下 他可能像我们常常会遇到 很多仿式的一些长者 他骨质疏松 然后可能曾经因为跌倒 骨质意外 他就变成 经过这件事之后 他好不容易恢复了 你会觉得说 你在这过程中 其实你是鼓励他说 等到你恢复之后 你要开始训练 开始运动 其他相反而相反 因为他有这个阴影 他会觉得说 哇我曾经因为这样小小的跌倒 我就骨折了 我就卧床了 他会怕 那我如果又在运动 我会不会 比如说在比较大幅度的活动 他会不会又发生相同的问题 所以针对这样子的 骨质疏松的一个对象 尤其他曾经发生过意外 他反而更不敢动 那我们就知道不动 那又是 像刚刚我一讲扫动 那又是增加这个肌肉 肌扫症的一个危险因素 所以其实 如果你希望自己的骨质是好的 你的肌肉量是足够的 其实动绝对是一个 最最基本 最根本要做的事情 那如果你不动 这两个问题 都有可能会同时发生 而且会互相牵制 会让你的身体走向更 算是更虚弱 或者是更无力的一个状态 好 所以我们刚刚都讲到 就是关于肌扫症 他有可能的成因 那我如果想知道说 我有沒有肌扫症的话 我要跟他去挂哪一科 我这边请教王医师 OK 在现在的医院里面分科 已经把所有的疾病 分到非常非常的细了 所以在定义上 我们会认为肌扫症跟老人医学比较有关 所以像有老人医学科 但是如果说想要自己 不是自认为不是老人 对 比如说我自己是年轻的 我想去检测一下 包括运动医学科 或者是复健科 甚至是加一科 其实做一些简单的功能测试 或者是仪器测量 还是可以知道自己的肌肉质量 那如果说要就是发现测量之后 发现说自己真的有肌扫症的话 他需不需要吃药 其实肌扫症是肌肉的衰退或者是减少 大概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药吃下去 可以变成肌肉增加 像澎湃吃破菜 对对对 可以这样跟小朋友说 但是不可以跟病人说 所以肌扫症的治疗 当然在有些研究商 有一个高血压的药叫血管收缩素 转化美育之际 这个是非常非常基本的高血压用药 是入门药 有的人认为说 他可能跟维持肌肉 有一些良性的互动关系 但是这个都只是初步的研究结果 还不是结论 所以肌扫症的治疗 大概还是以训练为主 肌肉的训练 其实应该是以自己的能耐 大概复合到20下以上的这样子的强度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拿一个10磅的哑铃 我可以举个半个小时 这个其实对肌肉训练没有太大帮助 那我可能要拿个30磅的哑铃 我举到20下我就觉得很吃力 那我就举到20下 这样子的肌肉训练才会是有效 那包括所有的核心肌群 包括你的脚的肌肉 跟你脊椎的大肌肉 这个都是要慢慢训练 那没有三个月到半年 其实很难看到成效 那其实最怕的就是 千万不要有运动伤害 所以不管是肌肉的训练过程中 复健师的照顾 运动治疗师的照顾 或者是运动教练的 在旁边的监督 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对 那就是像我有一个朋友 她的妈妈 就是也是因为年纪到 所以她就是会觉得说 不太敢去外面运动 因为一来可能是觉得自己膝盖 可能有受损 就是觉得 也不是说受损 就是说可能会觉得 卡卡的这样子 然后她又 没有特别去外面做运动的话 如果在家有没有可以 做些什么 可以避免肌小症 早上 其实就像王尔医师提到的 运动的部分 其实我们会发现 很多长辈都有在运动 但是如果针对这个肌肉的一个 强化跟 就是增长的话 其实还是以重训 会比较 因为你会发现很多长辈 他可能是 就是有氧运动 比如说快走 跳公园舞 对或者体操舞什么的 你会发现那个其实不是说不好 其实他也是运动也是很棒 但是如果就以肌肉的一个提升 或者是预防肌扫症 其实那个的款式其实不太一样 他主要是针对心肺功能 所以如果家里面的长辈 或者是我们观众朋友 本身自己就想要对于肌肉 做一个提升的话 其实还是以抗重力的运动 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 居亚林 甚至在家里 你就是装个矿泉水 其实我觉得就以你目前可以承受的 慢慢增加强度 因为其实就像刚刚王也是讲的 我们最怕一开始就受伤 对啊 一开始他可能才做了三天 然后一受伤休息三个月 那其实就对于我们的肌肉跟骨骼的流失 就会变得杀伤力更大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就是 因为尤其是对于那种 已经很多年没有运动的人 他一开始想要开始 把这个运动的感觉找回来 我觉得一开始就以自己能够附和的 那复合了一阵 比如说一两个礼拜之后 觉得这样子强度 好像对你来说很简单 那你就可以慢慢增加这个强度 然后至于说什么 我觉得就是你觉得最随手可得的 你不要去找一些就是很难的 然后还要服装 还要很齐全的 然后配备 仪式感要做主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他光准备这个前置作业 他就已经很累就放弃了 所以我觉得 比如说宝特瓶大惯一点的 或者是去这种什么运动用品店 买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器具 比如说如果你不想要上健身房的话 想要再居家的话 买一些简单的一些配备 来做一个搭配 先以自己的可以附和的为主 然后慢慢增加强度 而至于说种类 我觉得真的没有限 包含弹力带 弹力球 甚至一些抗负重的一些配备 只要自己习惯 或者是觉得容易上手的 我觉得都OK 而至于是频率问题跟时间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一个礼拜至少三次 一个礼拜三次 他要做多久 一次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这边指的是五六十岁 如果是那种七八十岁 可能时间要短一点 可是如果以一般人来讲的话 大概一次会建议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 然后强度就是依照自己 一开始可能可以接受 慢慢循序渐进 然后也不要给自己 就像刚王医师讲的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空间 觉得说做起来好像很轻松什么 这样其实效果就有限 你还是要让自己觉得 好像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然后还可以维持三十分钟 甚至有些人慢慢增加 四十分钟一个小时 我觉得一段时间之后 你的确会看到自己的身形 自己的肌肉量等等 会给你一些很好的反馈 所以就是要循序渐进 那我们这边也整理一些网友 对于肌少症有一些迷思 今天就请教两位专家 来帮我们解惑一下 首先我先请教明华 瘦的人容易有肌小症 胖的人不会 你认同吗 不认同 对因为其实讲到瘦胖 就是跟体重有关 但是我们知道体重的组合太多了 除了我们讲的肌肉 脂肪水骨骼都有重量 所以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 尤其是我自己遇过很多减重的人 他可能有一点点胖而已 看起来不至于说到 你要真的要减重 但是你一请他站上体脂肌 哇塞他的肌肉量之少的 但是他的脂肪量破表 所以身体是脂肪比较多 就很像是泡芙型的肥胖 外面看起来OK 但是里面全部都是奶油那种感觉 那其实那种人 虽然他外表看起来 不是我们不会跟受联想在一起 但是其他的肌肉量是不够的 那他也是肌少症的高危险群 那相反的健美先生 对 他体重大概站上去大概几乎都一定超标 但是你会发现他的脂肪超低 可能有些才5%7% 但是他的肌肉量超多的 那那种即使他的体重是爆表的 但是他的肌肉量足够 所以对于未来可能产生肌少症的比例 可能就会比较低一点 所以我觉得不能单单以胖瘦 或者是体重这个数字来评估 他有没有可能会有肌少症的风险 其实举个极端的例子就是 相扑选手的肌肉绝对不会少 对 但是他的BMI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他只要减脂 他不需要增肌 但是大部分不当减脂的来来回回之后 我们叫669效应之后 大部分都是少肌肉多脂肪 那到最后就会像刚刚明华说的 泡腹性的肥胖 所以真的要注意 那第二个 就是刚刚明华姐一直在讲说要重训 那有人就说 可是如果重训的话 会不会一直重训重训重训 把我的肌肉都减掉了 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基本上如果重训做的对 搭配 我们怕主要怕的是 他可能重训 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重训的人 他重训完之后都会有一杯 不知道什么 神秘的这个饮品 神秘配方 对对对 那其实不知道观众朋友还记不着 刚刚王维斯前面有提到 就是其实我们运动要搭配 不单单只是蛋白质 其实泰水化合物很重要 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 尤其我自己身边 有很多女生 女生本来养肌肉 就比男生来的难 那你就会发现 如果他又是属于这种 就是运动完之后 他运动也觉得做得很好 因为可能都有健身教练的辅助 或者是教学 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会发现他运动后 可能他的饮食搭配 不是这么的全面 那就会出现 可能不至于到肌肉一致不断流 但是你会发现 他长肌肉的速度 就是差强人意 或者是觉得没有办法 很理想的展现出来 那可能都是跟运动后的饮食搭配 所以运动后其实淀粉跟蛋白质 会有一定的比例 还是要着重 不能说就光一杯高蛋白 其实有时候 其实这个蛋白质 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它功能 它可能很多部分都是 转换成能量 对或糖分的储存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怎么重训做了这么久 肌肉还是没有办法 反映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我看就很多就是 豆浆 然后配两颗茶叶蛋 对 最常就是因为通常健身房 可能开在超商旁边 所以大家可能健身房还要无糖的 对对对对 就没有摄取到糖分 这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弱鸡啊 他是讲拳王的肌肉训练 结果他每天早上就打十颗生鸡蛋 直接喝掉 这个是错误的讯息啦 当然那个喝下去是可以的 但是他还是要补充一些糖分啊 然后再来是 现在我们可能也不太适合吃生鸡蛋 对对 现在鸡蛋有点敏感 对那就是接下来要请教 继续请教名画 就是说男生的鸡少震慎行率 会比女生高吗 哲浩你刚刚开头就有提到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数字 其实男生的鸡少震比例是比女生高的 很多人会意外说 不是女生天生就是脂肪多 然后男生就是肌肉多 为什么反而男生的鸡少震的比例还会比较高 其实主要这一块讨论的主要是跟什么运动 什么都没有关系 主要是跟荷尔蒙有关 对因为其实我们男生 先天肌肉量比较高 或者是你运动你会发现男生女生都做一样运动 但是男生偏偏就是肌肉好像比较容易形成 其实跟我们的搞固酮有关 我们的雄性荷尔蒙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雄性荷尔蒙在的时候 肌肉想要产生很容易 可是当50岁以后 5060岁之后 男生开始进入所谓的更年 男生有更年期 他的雄性荷尔蒙逐渐的下降 这时候这个搞固酮是帮助我们肌肉生成很重要的荷尔蒙 当他开始没有或者是减少迅速的减少的时候 他马上就会反映在他的肌肉的一个含量上面 所以如果这时候他还不在年轻的时候先存好本 或者是进入这个年纪之后 不加强他的运动饮食的管理的话 的确他的肌肉量的流失会比女生来得更快 所以其实男生不要很得意觉得说 反正我年轻的时候随便一练就回来了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抵抗这个岁月 对我们身体造成的影响 所以尤其是50岁之后我还蛮建议我们的男性观众朋友 更要加强运动跟饮食的管理 这时候这样子我们才可以keep住我们的肌肉 维持这个肌肉的量 避免这个肌扫症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品质 对我也是要補充 这个统计要先厘清一下 他比如说我们抓65岁以上 国舰局的资料的话是女性的肌扫症是18.6% 男性肌扫症的盛行率是23.6% 但是这个是刚刚明华讲的是已经过了65岁之后的 你如果去拿青少年的或者是中年的男女比的话 男生的肌肉质量还是比较多 但是我们常常在讲肌肉是讲 除了讲他肌肉的重量 肌肉的力量 我们还讲他的体能 所以男生在台湾的生活形态上能够做劳动的机会不多 反正回家都是太太在做家事 所以太太是一直劳动到 一直劳动到中老的 所以你常常在看到你的朋友里面一些年长的人 他要开个宝特瓶 那可能就要先升开 但是爬山爬到最后都是太太走在前面 也就是说男生他特定肌肉的肌肉量可能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讲到整体质量跟他的体能的时候 其实他是在越老越衰退 所以真的就是从年轻到老 真的是都要有肌草症的风险 如果照今天这样停下来这样子 那中俄来说 我们其实我们的肌肉骨骼 就是反正过了青春期之后 就是本钱就定型了 后面都是在都是在花他了 所以40岁的时候 我们大概每10年大概会少8%的体重 的肌肉质量 但是过了70岁以后 其实是一年大概1到1.5的比例在减少肌肉 所以要把肌肉 前面要好好的把它做好 后面要好好的把它留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尤其整个老人化的社会 将来台湾的趋势大概都是老人照顾老老人 所以当我们要变成老人的时候 如果没有足够的肌力来照顾老老人的话 那自己不但没有贡献 还会变成别人的问题 那所以呢最后明华是不是要再给我们叮咛一下 请大家好好的把肌肉留下来 对其实除了运动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之外 饮食还是希望大家 碳水化而物要有一定的分量 然后再搭配蛋白质 这样子我们吃进入蛋白质 才能真正的作为肌肉的一个再生 或者是修复 才能真正做到你想要的一个角色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我会蛮建议大家 如果经济条件OK的话会建议大家 家里可以买一台体脂肌 为什么 对因为其实体脂肌我们也可以测我们的肌肉 因为其他体脂肌其实一台都不会太贵 几千块就有 那当然很多人会说我没有减重 我干嘛要体脂肌 其实体脂肌其实它不只可以测脂肪 它也可以测肌肉量 那很多人说那个准吗 其实你先不要考虑准不准 其实你就自己跟自己比 因为就那台机器嘛 所以如果比如说你每 不要每天不这样每天量 你每个月量 其实你发现说你的肌肉量不断地在下降 那你就可以知道你有可能有这样子的风险 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个修正 或者是甚至要开始把运动找回来 所以其实我觉得体脂肌如果对你来说不是一个负担 甚至一个家里面可能四五个人都可以使用 那就可以全家人一起来避免激少症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今天两位都讲一个重点 就是一定要营养均衡 不要特别为了要练什么 去特别补充 或者是为了要减肥减重 然后去流失掉什么 真的都会得不偿失 好那我们今天也谢谢明华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泽豪 谢谢王伟医师 也谢谢健康问良医的观众朋友 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 请记得下载本集的健康问良医 并且要记得订阅我们的良医健康网YouTube 好的节目需要大家支持 请在商周吧留下你的宝贵评论来支持我们 健康问良医 每周五晚上八点都会准时播出 别错过你我有关的健康心知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不想错过健康问良医吗 欢迎订阅良医健康网的YouTube 和Podcast商周吧 期待你我在空中相会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